哇 颱風剛過沒多久 那有一個屋主要分享他的房子 他的房子在 這地方我們好像還沒有去那邊拍過 這個屋主分享 在台中 楓源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楓源好像是以前台灣 台中縣政府的所在地 那因為後來就台中縣市合併了以後 就變成台中市政府 台中縣政府就沒了 所以現在我們比較少聽到楓源的一些訊息 但是因為最近一些大建商 也陸續在楓源那邊蓋了新房子 所以那邊也蠻多房子可以看的 所以如果你是楓源那邊的屋主 也歡迎跟我聯絡第一則留言 有我的聯絡方式喔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到現場去再跟大家分享喔 我們就Let's go 我的車在這裡 我居然在台北市擁有兩個停車場 而且是月租的 但是我只需要付一個停車場的費用 像這裡是台北光華商場三創園區 一個月的租金大概五六千塊 但是我用四千八擁有五個停車場 想要了解如何便宜租到跨區停車 請參考第一則留言 名額有限 預購重述喔 好 到我們屋主幫我們喬到一個位置 這好像是人家店面的位置 先給他站進一下 我們的屋主在這裡 下層 哇 你這全新的耶 完全感覺好像公司還在做對不對 還沒點交 就在前面那邊我剛過來的時候 好像還都在弄 你看還有一些收尾的部分還沒完全完工 但是你們已經交屋了 那我們可以進去看嗎 走 從這邊 進來了 進來了 剛剛我們在大廳那邊看的時候 大廳那邊都還在 都還沒完全弄好 所以就有一點像是工地的狀態 所以我們就沒有戴安全帽 也沒有防護 我們就不進去拍攝或者是看 他們還沒完全點交 那這個社區就是 好像都是自助需求導向 一層四步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進來了以後 他這個有配一個電子鎖 Waffle Lock的電子鎖 這個好厚實喔 跟我一個拳頭一樣厚 很重耶 進來了 還有這個木屁門 小燦 這個房子是什麼房子 三房 你這個是三房 未來是要自住的嗎 自住的 那我們來進來看一下 他進來了以後 就是這個地方大門進來這邊 未來打算怎麼做 人民會坐鞋櫃嗎 還是什麼 這邊放冰箱 這邊是冰箱 你看這邊有冰箱的插座 這邊會隔一個屏風之類的 然後這邊可能做個鞋櫃 因為他這個 當時建商這個地方有往內有一個空間 大概有個35公分左右 大概是鞋櫃可以做的空間 那坐過來就可以把電箱遮掉 電箱他現在目前就是 好像做的還不錯 配電的感覺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看到他可以這邊做個鞋櫃 然後這邊做屏風 大概是這樣嘛 那過來了以後就是這個就是廚房 廚房打算開放室還是就是要 要做開放室的 那開放室這邊會做餐桌嗎 這會請人家來做餐桌嗎 還是就是擺個餐桌 買現成的就對 這邊是一個餐桌 那可能會放一個類似小桌子 當電器櫃或餐邊櫃 在這個地方 他這裡有插座 所以餐邊櫃在這邊 放一些烤麵包機 咖啡機什麼烤箱 微波爐之類 在這邊可以當電器櫃使用 那你餐桌就在這裡 那這邊燈已經做好了 這個是建商當時做的嗎 還是 你自己裝 你是水電工 怎麼這麼厲害 叫別人爭的 叫水電工來處理的就對了 感覺你這個才剛交屋 但是都沒有看到有什麼貼那個瑕疵的標籤 所以在燕屋的時候 驗得非常順利 你看 他這個 這個有再重新再刷過嗎 還是說 都沒有 他原始狀態就這樣子 品質很好 至少牆面的品質看起來很不錯 然後你說這邊是冰箱 過來這邊廚房 他這個是配的是一個人造石的檯面 然後山機的部分 林內的山機 這不是我看一下 櫻花的山機啦 不過都同一台 櫻花跟林內配的都是一樣 那這個是這個樣 然後大概是標準三建築 大概都是這樣 三房的大概都是這樣 那後陽台的部分在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 來來來 這後陽台大概是這樣 一個正方形 非常方正 然後就是 他這個單層排氣 抽油煙劑的部分 都抬到這邊來 然後水的部分 都 洗衣機 這個好像 比我們那個好耶 然後這個 就是都已經都做好 這是建商配的嘛 對 塞衣架的部分 好 那我們繼續看進來 走進來看一下 那這個就是客廳啦 客廳跟餐 餐廳在這邊 然後客廳在這裡 我來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 大概三米左右的一個面寬 兩米八到三米的面寬 所以這個打算放多大的電視啊 有沒有已經在看電視了 大概六十吋 六十吋 差不多可以 就對了 這邊就是擺個電視櫃 應該就可以了 你看 所以沙發到這邊 這樣剛剛好 六十吋左右了 那天花板有要找人來做嗎 因為你燈已經做上去了 沒有 就是做這樣子主燈的狀況就對了 就是比較簡單的一個裝修 然後我們看一下外面 欸 小誠 你這一條是叫做豐原大道 對 是屬於 是屬於這個 我們豐原的外環道 對 所以 裡面就是屬於市區了 那邊怎麼感覺好像有一個體育場 什麼 圓環路才是市區 圓環路才是市區 那圓環路離這裡多遠 大概幾百公尺 幾百公尺 那你這裡也是市區 怎麼那麼近 現在市區也沒有在分那個 沒有分市區跟郊區 因為各種地方都很方便 都很方便 對啦 有什麼全聯 全聯 便利商店全部都有 對面我看好像也在蓋新房子 那個好像那個感覺很貴的感覺 那個一瓶多少錢 這個對面是套房 你們這邊都是三房比較多就對了 你是買三房 好 那這裡這個陽台沒有說非常大 但是應該是夠用 這個地方是做什麼用的 就是放花台的嗎 對 建商當時設計就是放花台 就是盆栽的部分 對 好那我們再繼續往裡面 你說你這個是三房嗎 對 所以應該會有三間房間 對 就是在這條走到這邊 然後分一二三 然後還有一個客位的部分 來看一下客位 對目前有已經裝好了 目前配的是合成的三間組 有一個乾絲分離 有對外窗 你這個是每一間都有對外窗嗎 對 所以這是它的特色 當時的主導 對 每一間三房的每一戶都有對 你這個好像一層四戶 都是都是邊間是不是 好 那我們進來看到了以後 就是三間房間 我們先看這一間 這間是屬於最小間的客房 兩間差不多 兩間差不多 你這個房間都是對外的 就是說它不是 因為通常現在開的三房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三房 它有一間的對外窗 是對後陽台 那一間就比較暗 你這個連這一間都是對這邊 所以大概大小是這樣 感覺也不小 你說這一間跟隔壁間是差不多大 是不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隔壁 這一間是次卧 它也是對外窗 窗是直接對外的 所以採光會比較好 我現在看到三房的大部分 它有一間的對外窗 是對內 人和後陽台 對 那你 對後陽台那一間採光就很差 你這個還不錯 而且它這個下面 現在我看到這種低台度 下面都不能開 你這個還可以開 當氣窗使用 它下面有一個花台 這個花台 就是你可以種一些盆栓 在這裡 對 非常的大 這個現在就是雨遮 已經都不計平不計價了 所以那個花台 它做這樣子給你們 你算是很不錯 對啊 一般如果做這樣子 感覺已經到陽台的那個大小了 然後我們再往內看 最後一間是屬於主臥室的部分 主臥室感覺很大間 然後我們看 窗也很大 這個窗的寬度是不是特別寬啊 對 比剛剛那還大 比剛剛那還大 一般主臥室我看到的就是大窗台 大概是 大概那裡到這裡而已 但是你這邊坐到這裡 算是整個面寬到這邊來 因為你這個寬度 一二三四五 六五三十 大概三米的面寬 就是三米左右的一個長跟寬都差不多是三米左右 所以看起來就是四四方方的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大小 所以雙人床床要怎麼放 放這邊 這邊喔 這樣放 櫃子怎麼放 櫃子怎麼坐 坐在這裡 衣櫃在這邊 衣櫃在這邊 然後這裡 梳妝台 梳桌 喔床頭櫃啦 還有什麼 你要裝什麼東西 到時候再找 就是放 手機 手機眼鏡 喔床頭櫃 最後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這一個 主臥室的一個衛浴 因為它每一間都邊間喔 所以它有兩面採光 你看這邊就有採光 現在三房要買到兩間廁所都有對外床 不容易 鄰居也有對外床是不是 對 全部都這樣 全部都這樣 喔呦 這格局超好的 然後它這個兩個 裡面沒有浴缸 現在通常外面沒有 就是甘斯芬妮 裡面會做一個浴缸 你這個社區 當時就是沒有浴缸的 還是說你把它課變掉 沒有 就一開始就沒有浴缸了 整個是這樣 Panasonic的暖風機 然後配一個合成的免治碼頭 我們剛剛就是稍微的繞了一下 了解一下附近的一個狀況 就是好好來分享一下這附近有什麼樣子的一個機能 你這個好像是確定是要自住的嗎 因為有一些 那個網友來分享他的房子以後沒多久就出現在五九一上 是要賣的 你是要自住的 沒錯 因為像他主燈都已經做好了 所以不是要出租的 要自住的 那這樣你一定對這個區域很熟 這個小城本身是哪裡人 風原人 你就在地人喔 在地 現在工作也是在這附近嗎 在壇子 也在旁邊嘛 壇子也是在風原旁邊 那這樣子等於說 你是風原人買風原在地的房子 有沒有去考慮其他 我看壇子也蓋了不少房子 有去考慮其他區域嗎 有看可是沒有 有看但是沒有買 有去看了哪些區域 家冒 也是我們風原的房子嗎 不是吧 壇子 壇子那邊的房子 那壇子那邊的價格會跟我們風原這邊比 差不多 差不多這樣 那怎麼沒有選壇子那邊呢 離工作比較近不是嗎 還是對家鄉有個情懷就對了 比較喜歡住房 比較喜歡風原 OK好 那就是有一個愛鄉情懷 那就沒辦法 看來看去這個地方是最適合你 那因為現在的價格都很貴 你這個是什麼時候買的 20211月 2021 所以大概是兩年多前了 兩年半前什麼 那時候應該才剛開始要漲的時候對不對 2021年那時候開始爆發的時候 那時候的價格我不知道 但是現在聽說你們風原有那個 一坪五六十萬 聽說那個富宇還是什麼公司來這邊 蓋了一個很高的高級 28樓摩天樓 說一坪開五十幾萬 那真的厲害 那你當時這個實價都查得到 所以大概買多少錢 講個範圍就好 一坪大概多少 二十幾 你想要打人 一個五十幾萬 這二十萬 所以就是說 當時早一點買 還好有買對不對 對 不然現在你看對面那個 我相信應該都貴 然後現在新的預售屋 聽說平均大概都花三四十萬去了 所以當時有買 也算是感謝自己 當時有下定決心 那我們好好來分享一下 這個地方 這個建案的附近 我們這樣看下來 機能好像還不錯 因為那邊全部都是房子 所以這邊離老市區也算近 所以圓環那邊也近 那你這邊是不是有一個什麼 山光商圈 山峰 山峰商圈 峰圓的峰 那個山峰商圈 就在這附近 所以旁邊而已 那離全聯大概多遠 這邊有全聯嗎 有 也是旁邊 所以這個走路就可以到的地方 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也會遠嗎 前面 好 那我看學校的部分 學校部分在這裡 小學大概離多遠 大概 一公里以內 一公里以內也是幾百公尺 沒有國中 有 前面 你說前面那個 體育場那邊就是 這是什麼 峰圓國中 所以峰圓國中 是在你們 比較靠近你們這邊 對對對 所以其實這邊感覺是 有一點像外環道 但是好像他離這些主要的 都很近才對 然後那邊又有山 那邊也算是屬於峰圓 所以這邊有山 然後看起來就是比較舒服一點 那個消防公園 跟葫蘆敦公園都在這邊 消防公園跟葫蘆敦公園 就是你這邊 峰圓的公園也蠻多的 那附近的機能感覺又OK 然後又有公園 然後又有山 這真的是 看起來就很舒服 賞心悅目的感覺 那除了就是剛剛講那些機能以外 你覺得這個房子有沒有什麼 你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優點大概就這些 大概就這些 好沒關係 大家想聽的其實也不是優點 有沒有什麼缺點 想不到 公園比較少 公園比較少 他這個社區是不是就是 比較屬於小而美的社區 所以你這個 一層四戶 然後蓋到大概11樓 所以如果戶數這麼少 公園最好也不要有太多 真的多的時候 你真的 這個現在預計 管理費一坪大概要多少錢 60或60 60、65 那真的不要太多公園 那不然你自己想算一算 這樣才40戶左右而已 46戶 46戶 那這樣子如果要維持很高額的公社 那要繳很多的管理費 所以如果說要很多公社 可能要買大社區 比較適合 像我們這種中小型社區 就喜歡單純的人 然後喜歡就是 比較不會這麼多鄰居 然後住在一起的那種住戶 可能比較適合 所以社區的一些公社 會自然而然會比較少一點 降低那個管理費 我現在看到你們台中 台中市區的管理費 有的一坪200塊 200多 很嚇人 每個月光是繳那個管理費 就等於是我們可以再繳一個房貸 ok 那這樣還ok 那除了公社比較少以外 你覺得還有什麼地方可以 就是缺點可以 或可以改進的地方嗎 就是你如果要買東西 那邊是沒有什麼商店 就是還要在 雖然說那些機能不遠 但是也不是在樓下 你希望要騎摩車或開車 要騎摩車或開車 那你們這邊如果人越來越多 比如說對面那一間 或你們下面的店面開好了 你們這個家屋 可能未來會有什麼 期望未來有什麼 早餐店 早餐店 沒錯 那就是機能的部分 還沒有完全健全 雖然離商圈不遠 但是也沒有完全健全 那除了這個還有嗎 好沒有我來問一下 最多人當關心的 除了學校跟這些機能以外 還有醫院 醫院離這邊多遠 有沒有什麼醫院在這附近 豐原醫院 豐原醫院在這 豐原署醫院 然後還有一個那個 亞洲大學 像是那個 豐富專 那邊有一塊地 雅大的複設醫院 也在這附近 那豐原醫院大概多遠 大概 應該不會差不多 不會差不多 十分鐘左右可以到的地方 所以也不遠 所以醫院的部分也還OK 就是在這邊附近都有 所以缺點差不多這些 剛剛我們聽了小陳分享 他這個買房的過程 還有優缺點 的一個分享 真的很實在的 這個分享 我們最終還是要來個 真心話不冒險 什麼是真心話不冒險 小陳你講真心話 讓對豐原有興趣的朋友 或對這個建案有興趣的 這建案叫什麼建案 宇願學府 宇願學府 宇是宇宙的宇 宇願是那個 方願的願 宇願 宇願學府 這個社區有興趣的人也可以參考 所以我們建議你一定要講真心話 因為之前來分享一些投資客 有沒有 這個講了說多好多好 結果沒想到 他沒想到 沒多久就把他賣掉 你不會也這樣子吧 不會啦 要自助的 假設再回到兩年半前 一樣這些預算 一樣的考量 一樣喜歡豐原 你依舊會選擇或考慮 這一個豐原 這個宇願學府這個案子嗎 不一定 不一定喔 有其他的選擇嗎 沒有 當時候開案的選擇真的沒有很多 那多久以後 就是大概過了多久 就一直開案 大概半年 半年 那時候就很多選擇 但是半年後 那個價格跟你 就不一樣 就不一樣 對啊 你看半年後搞不好 當時有一個建案我也蠻喜歡 可是他不是平面車位 他不是平面車位 他是要坐那個 電梯下去 OK 就沒有考慮 但是這個在當時那個時間點 一樣算是 還算是比較適合的選項 剛剛忘記問說幾坪 這個大概幾坪 這個是 室內是22坪 那總坪數呢 建坪 公設是10坪 所以大概是32坪左右的一個房子 所以大概是32坪的一個三房的房型 那我們小陳 就是如果回到當時那個時候 他會選擇 但是因為半年後蓋很多新的 所以如果再過再差個半年 他可能會再看看別的 那我們今天感謝小陳的一個分享 如果你最近也是看了 在看豐原的房子 或者是你已經買了豐原的房子 想要來分享你的買房心得 或者是裝潢心得 歡迎跟我們聯絡 下面第一則留言 有我的聯絡方式喔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做真心話 我們感謝小陳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清潔的方式也非常簡單 只要拿起集成盒 拿到垃圾桶 One touch 髒污直接丟掉 除了可以加水以外 還可以加入酒精或者是清潔劑 這台掃地機器人 除了自動清潔你家以外 還支援遙控器控制 把完地以後自動回歸充電 是不是超方便超輕鬆的啊 現在原廠特別提供優惠方案 歡迎多加利用